我們來看看如果老師寫好的模擬器跟體驗版的程式 可不可以把它存起來 可以的 您看一下右上角 有沒有一個鏈子 就是這裡 你可以把它按下去之後 它會給你一個專屬的網址 有點像雲端一點分享的概念 那這個網址呢 你把它按下去之後 您這裡沒辦法複製對不對 它跳出來這裡沒辦法複製 可是不用擔心 因為上面這個網址就是了 有沒有 你就複製這裡 這是一模一樣的 您只要把這個存起來就可以 這種 不管是模擬器或體驗版 都是這種儲存的方式 那你下次呢 就是把這個網址打開 就可以進去 不過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有修改 要再產生一次 等於說你改過之後 它的層次碼就跟之前那個不一樣 必須再產生一個新的 這種的是我們 模擬器跟體驗版的儲存方法 那如果你是雲端版的 它就不是這樣子 雲端版的 它的網址是固定的 好 網址固定 你今天有改的 它會自動存檔 你就不用再產生一次 所以這個有一點不一樣 這樣老師了解了 你不要用那個什麼 另存清檔 這樣沒效喔 因為它是需要 WebDunnel的Server 去執行 所以你把它存下來 只是空殼而已 只是空殼 它事實上是沒有 就是具備執行程式的能力 OK 好